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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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所以我想今天这么重要的事情 表示我们的确是沟通不够 你想我们国立大学联合会 我们中山大学的校长 对这样的事情也不是这么熟悉 因为我们也知道 现在这个到底这样的一个诉求 还有当然这里面很多 因为有的人认为是反这个30秒 反这个黑箱 后来变成反反国会 然后这个反马 然后反中 然后反这个失业 反焦虑 就是很多事情集在一起 不是一个单一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有些这个诉求 你还是要知道 就是说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 因为现在我们不能去误导群众 我们最担心的是六四三七 这个东西最混杂 为什么有真有假 因为今天有很多的民党立委认为说 对呀 这个应该要把它退回去啊 难道我们审法案的时候 我们修改一条 你部长会同意吗 他同意啊 因为是在立法院审查 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权责嘛 但是服贸协议 是我们整个ECFA 两岸经济合作架构下的其中一个 我们从早收清单 服贸协议 货贸协议 争端 它是分成很多个部分的嘛 而且国与国的 你要知道 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第五条 这谁定的啊 蔡英文定的啊 民进党的朋友 所有青年朋友 请你们好好回去看看嘛 谁定的 蔡英文定的嘛 定的时候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 如果涉及法律的修订 才要审查 如果只是像这样 没有法律的修订 只要备查而已啊 只要备查 只要备查 所以这个备查呢 是送到立法院以后 两党 我们党派协商的时候 才改为审查 而且是 大家说 很短啊 黑箱啊 三个会期 二十场公听会 二十场公听会 有哪一个议案 我们审这么久 我觉得我们要全面公开嘛 我们立法院我也希望 因为我觉得何委员也很理性 我们应该主张 同意公开嘛 让所有人一起来看 所以 这里面 有八场公听会 是民进党主持的啊 而且 上上届 江启臣主持了四场 后来再加开十六场 一边八场 那我觉得 我们一起去看 就可以知道 并且 我们的马英九主席 也曾经正式邀请 苏贞昌 来电视辩论 就是让大家了解服貌 不要因为不知道 而做了一些误会 误解 因为我觉得 有时候啊 这个针对问题 我们还是要了解 协商沟通是一个 但你对事实真相 你不清楚 你沟通协商 只是妥协 妥协不是唯一的路 妥协不见得有是非 不见得有对错 所以呢 要了解事情 才更有说服力 所以我觉得 借这个机会 我们应该要 让社会大众了解 所以 我刚回到这里面来 那我觉得 我觉得别人说这个事情 我没有意见 但我听到 民进党的朋友 来这样子说 我觉得 我觉得今天啊 有的人认为 如果我们今天乱在立法院 社会大乱 情势大好吗 今天在我们立法院 占据会场 对我们立委是有尊严的吗 我觉得 真的是大家受伤 而且 我也听到电视访问 民进党的蔡黄朗委员也说 我们是在门口 帮着学生 服侍学生 服侍学生 我觉得 是要到这样的程度吗 那事实的真相又是什么呢 所以 我觉得这个部分 我们要借这个机会 让学生了解 不要让他 情绪要分离 而且要对台湾 更有更多的认知 还有在国际化的过程里面 我们台湾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政府在什么样的来做 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努力 不就是为了孩子们的未来吗 我们关心教育 不就是为了孩子的未来吗 所以这个蒋部长在这里 我们为什么十二年国教的克纲 未来的克纲 我们这么重视 因为民主法治 当然二者不能分的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看到 如果民主没有法治 那谈何民主啊 如果一个 今天我们基本的伦理 道德规范 都受到严重的挑战跟质疑 那我觉得我们的价值在哪里 一个扭曲的价值 是我们期望的社会吗 是我们教育的目标跟终止吗 所以我也希望 这个因为其他的校长在这里 我不是针对您啦 我只是觉得 建议这一次啊 所有的校长们自己也借这个机会 了解什么样是国际化区域整合 了解到怎么样要签订这些合约 为什么马先讲这是不能动的 因为国与国签的东西 而且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也有规范的东西 基本上 你逐条审查可以 但你只要动 你只要退回 这个所有 只要有一条变动 所有都不算 所有都不算 所有世界上签订这样 只有哥斯达利加曾经发生过 最后也是协调结束的 所以表示说 只要这样签订的东西 没有经过同意以后再去签 没有这样的事情的 所以 这样的事情我们不能认知 不能讲清楚 你何足以说服同学们 要让他们借这个机会 了解到什么叫公法人 国家的定位 国家法人的这个角色 还有我们国会 所有的定位 人民的定位 那这样的话呢 才不容易被误导 我觉得孩子们 他们关心国事 想要参与国事 这点我们肯定 但是呢 真的 我觉得把这个张大千的话 也拿来当门板 表示我们整个的文化教育 是严重不足啊 连一个张大千的话都不认识 那我觉得 这些事情啊 实在是 我们要做的事好多啊 我觉得很多事 都是跟教育有关 我想我们大家都很心痛 也很沉重 觉得这样的事情啊 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我们大家都有责任 所以呢 我想 谢谢这个 我们校长 那我想我们请部长 部长 对 排委员好 部长 其实啊我最主要 我不是针对这个杨校长 不是 我知道 我只是在针对 我们刚好要借这个机会 有时候啊 危机也是转机 但怎么样能掌握这个契机 掌握这个危机 很重要 是 尤其 危机可以变转机啦 我们两岸能够和平发展 我们两岸能够先有这样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也知道 但是呢 我们整个活络外交 带来了台湾现阶段 外交上的稳定 我们有这么多的免签政国 还有 因为我们两岸的直行 带来这么多的商机 你说很多事都是有利有弊 但到底是利多必多 这个大家要一起来面对 我觉得要勇敢的面对 孩子真的也有他的恐惧 出来会不会是22k 甚至找不到工作 那这些忧虑 都是我们一起来关心的 所以这也是我们愿意来面对的 但是事实的真相 我觉得我们要借这个将来教育的工作 不管法治也好 国际化也好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让大家知道 是 完全同意刚才潘文元今天做的 这样子的所有的这个评论 我想我们会在您刚刚评论的这个基础上面 来做进一步的努力 校园内针对福茂 倒不是去讲支持不支持 至少我们要至少先用一个中性的方式 全面让校园内的学生 都能够了解福茂实实在在 立在哪里必在哪里 讲清楚 最后支不支持 可以由学生自己去做决定 我们还是会做 那过去当然经济部想做这个事情 其实没有引起那么多的兴趣 现在这个点上 就如同您刚刚讲 四个危机 可是也是个转机 因为大家都关注了 所以我们会跟经济部 具体的合作 不管透过通事 透过讲座 透过各种努力 让福茂这件事情 让大家都清楚 未来新的公共议题再出来的时候 大家可以再更早的时间去关注 就不至于弄到最后的点 再做处理 您刚才做的评论 我基本全部都支持的 好 谢谢 谢谢 潘伟元 好 接下来是 好 谢谢 好 谢谢